2010年3月19日 法轮功网站明慧网在恶报专栏刊登 诽谤大法的黄梅五祖四番战遭恶报的文章 捏造散布黄梅五祖四番战事件人双目失明的谣言 严重侵害了五祖四和番战的名誉 极大的伤害了佛教信徒的感情 对此黄梅五祖四番战事件人发表严正声明 我现在发表严正声明 关于2010年3月19号 法轮功的明慧网站在他的栏目上刊登 关于诽谤大法的黄梅五祖四方战遭恶报的这篇文章 纯首列造散布本人双目失明的虚照信息 并无众生有发表严重侵害五祖四 以及本人生育的言论 严重损害了五祖四和本人的名誉 严重伤害了佛教信徒的感情 对此本人慎重的声明 本人双目健康 无更何不良和不失症状 第二 明慧网列造散布虚假信息 使用不辱性的言辞 其诽谤行为 以严重侵害五祖四和本人 甚至佛教的合法权益 因此可正告明慧网 必须立即删除虚假信息 停止一切清传行为 公开赔礼道歉 清除恶乐影响 本人保留依法追究明慧网 及清传人力 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见任